有 你看 一定還有 有齁 一定還有 因為中風 左手左腳沒有辦法動的徐超斌 幫部落居民看病 脖子上掛著停診器用排彎足語 跟病人說明病情 一拐一拐地緩緩走進去簡陋的衛生室 繼續看診 這個 早上 走到位置上只用一隻手打字 他就是位在台東縣最南端 離台東市區還有一個小石 車程的排彎足部落 達仁鄉衛生所的主人簡醫師 一間小小的衛生室 醫療設備都很老舊 白色牆壁已經掉漆 雖然環境簡陋但卻是達仁鄉民 仰賴醫病的場所 居民心中期盼南迴地區有一間醫院 都是那個要跑到台東 勞累 又花車錢 不見得說 也不是會醫好 找到大業那邊 設立一個那個 比較 好的醫院 這樣可以 達仁鄉沒有任何的診所 唯一可看病的地方就是這間衛生所 以及更部落的衛生室 不過全鄉就只有一位醫師 居民生病要挑時間 因為晚上假日週末都是衛生所 是沒有看診的 徐照兵對鄉民的醫療資源感到 粉粉不平 因為醫療不完善 讓偏鄉地區居民成為醫療刺激公民 這兩萬多個居民 每個月一樣跟都市人一樣 繳一樣的健保費 健保一名的時候 因為你這邊醫療比較少 所以你少繳健保 沒有呢 你歸哪一列你需要繳多少錢 你少一毛錢他都把他身份量還把你鎖卡 這跟都市人一樣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享受都市的居民 想有同任醫療照顧 真的是這邊的居民 用簡單的三句話來講 小病等待自然痊癒 重一點等到哪天有醫療院 所以前來巡回醫療 更嚴重的 真的是只能在家裡靜靜等待死我 李達仁鄉最近的醫院 都集中在臺東市區 從達仁鄉到臺東市區 車程來回至少要兩小時 因為沒有大眾交通工具 家裡沒有汽車的鄉民 如果要去臺東市看病 就必須要搭計程車 單趟車費高達一千兩百元 來回就要兩千四百元 讓經濟不穩定的居民壓力更沉重 所以徐超斌心裡有一個夢想 就是要在家鄉改一間醫院 我們最中心點應該是大午村那個地方 可是其實只要是沿海 沿一些公務線 車子方便進出的地方 都還是選項之一 不一定是非要在那邊 但是如果那邊有 那如果找不到主題 那我知道到大溪 或是到經濟也都可以 針對設置南回醫院這個案子 行政院衛生署 雖然沒有給承諾 會什麼時候蓋醫院 但是已經有說 目前衛生署 有在沿裡蓋醫院的計畫 也有去過達仁鄉大午鄉 與部落居民面對面 現在做法就是優先次序的 先強化大午鄉的緊急醫療救護中心 所以我們也把他提入了 我們這次化東條例裡面去爭取化東基金 來做處理 就是先強化大午鄉衛生所 把他在原地充建 或者是增強他的一些設備設施 讓民眾感受到說確實在緊急的時候 確實是感受到政府是有在幫他們 其實要在南迴蓋一間醫院 不再只是徐超平一個人的夢想 就連部落的青年也希望部落的醫療設備 能夠提升 所以也踏出去第一步環島募款低台交通車 不過這個夢想已經維持十多年了 不等政府的挹注 徐超平著手成立基金會 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興建南迴醫院 號召地方專業人士共同籌設 南迴醫療財團法人基金會 但是這樣的計畫 行政程序上公文往返延誤 徐超平十二月份北上立法院找立委陳情 衛生署也做了回應 表示就依照衛生署所公布的流程走 加上先前尚未補齊的申請文件補齊之後 會在明年二月特別召開醫審會 徐超平希望明年四月基金會 能夠通過立案 讓南迴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 解決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